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现场 那么地点是在日本河戈山县的一个渔港 叫做杂鹤旗渔港 岸田刚刚是吃完新鲜的鱼正在准备演讲 大家能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当地人在等着听演讲了 人挨着人是水泄不通 也能看到有一些警卫 这时候突然有人尖叫 有人看到说一名男子向前方扔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时候在现场的摄像机就转向了人群 所以我们大家能看到有一名男子 马上就被推倒在地上 被制服之后 大概十秒钟之后 现场发出了巨大的爆炸的声音 这个时候岸田已经被警卫保护转移了 那么岸田和现场的民众都没有受伤 那到这儿呢 我们就关注几个细节 第一就是现场到底有多危险 我们看这段视频呢 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有一个黄色的警戒线 那么警戒线外面那一侧呢 其实就是岸田计划演讲的地方 而爆炸发生的恰好就是那边 至少从肉眼来看是非常近的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在推特上网友发的视频 有人扔了一个管状的物体 那么这个地点的距离岸田非常的近 岸田还回头看了一眼 大家看竟然能拍到这样的画面 物体落下来 警卫拿出了防护板 马上就把岸田转移了 要是没有马上发现 可能真的就是另外一种检局了 嫌犯是谁 日本警方已经公布了这个嫌犯名叫 牧村罗二24岁加入兵库县 他为什么从兵库跑到合格山县去袭击岸田呢 众计还不清楚 大家看到现场的摄像机非常清晰的拍到了他的脸 他身穿黑衣 戴着口罩 看起来非常的平静 他在接受警方审讯的时候说 只有等律师来了才会回答问题 为什么日本首相频繁预袭 大家都知道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预袭身亡 这次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同样都是首相在街头游说 他们在游说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是日本众议院补选的选战时候 首相要去现场支持当地的候选人 那么这种街头游说其实警卫非常的困难 因为大家看到政客和听众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我们看现场也就一米左右的距离 这在别的国家可能是比较少见 但是日本的游说拉票就是这样的习惯 要尽量去靠近选民 还要一一握手就很日本式 不仅仅是选战 日本政客在安保方面 我觉得的确不是很严格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首相官邸采访的时候 首相是会站在大厅里接受记者提问 那他回答提问的时候 一般首相和我们记者之间的距离 都不到一米 真的是太近了 是否安保漏洞太多 但是话说回来 这次在距离岸田近在咫尺的地方 发生了爆炸 幸好炸弹没有马上爆炸 威力没有那么大 所以没有人受伤 但这次这么容易就能够袭击首相 是不是安保漏洞 这也太大了吧 有日本危机专家就说 安倍遇刺身亡的教训 完全日本的警方没有反省 那么日本接下来要举行七国峰会 明天起是日本七国峰会的外长会 那么全国都说加强了安保 可是我们也知道 日本所谓的加强警卫 一般也就是在车站或者机场 查查垃圾箱 查查车站的储物柜 说真的加强安保 恐怕我觉得还距离太远 大家看到现场最先制服嫌犯的是 这位和歌山的大叔 他在日本推特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他是一位当地的渔民 那么日本网民就纷纷说 他简直比警察还要厉害 相信随着警方的调查 这个嫌犯的动机会逐步的明确 但这件事情我们又能够看到 日本对政客的安保的确是漏洞太多了 下个月会在广岛召开七国峰会 那么外国首脑要是在日本遇到了安保问题 日本岂不是要被全球都一笑大方了吗 真的是到了彻底反省的时候了 好 谢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李淼 再见